梦想是翻 眼睛是船 几番对望就过了千山 我想用最奔放的舞蹈来庆祝这归来的喜悦 而此刻我的心平静得如同一面太湖之水 装下了整个天空 猴交戏 雪 一杯 我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这条光阴的河滋养着它的两岸 岸边的岛音声 还有陆直船娘脸上的微笑 已经流转几千年了 吴中是光阴的流水用太湖的浩瀚泡的一杯失忆的碧螺春 都说吴中是一个能找到自己前世的地方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但感觉的确就像是重逢 冰云湾里一双慈祥的眼睛已经看了我很久了 然后她用目光和手一起向我发出了温暖的问候 老妈妈带我走进一个古老的座 她指着画上的碧螺姑娘说 看你多像她 你就是从画上来的吧 传说东山有个瑜伽姑娘名叫碧螺 有一天她来到莫里峰 刚走到半山腰就被一股神奇的香味熏晕了 她感觉到空气中仿佛有一条用香味铺成的路 这条路的尽头是一株油亮的野树鸟 她越走近一向就越浓 她摘取到叶子 仿佛闻到了整个春天的味道 这时候暴风雨趁着叶色肩幅而来 姑娘心疼这零星的枝叶 便把它放进怀里呵护着 你想到这叶子在少女的香怀里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天亮时叶子散发着一种更神秘的香 康熙皇帝惊诧于少女香怀与一片茶叶之间的微妙关联 并用姑娘的名字给着清香的茶叶起名 碧螺春 碧螺姑娘要是活到现在也有三百多岁了 难道我的出现也是祖先冥冥之中的安排吗 我知道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风景的欣赏者了 在屋中我要找到关于我的秘密 我派出我全部的目光和好奇 留恋在这凋良的砖瓦间 留恋在我似懂非懂的香音里 那些街头巷尾口口相传的故事里 会不会有当时的月光和语气 路径一定藏在老人们细腻的皱纹里 他们浅浅的一笑 我寻找的路就越走越远了 屋檐下就像层叠的海浪 把我带往历史的深处 我走到了明代宰相王傲的故居 他连种戒缘 会员 探花 是太子的老师 也是唐伯虎的老师 唐伯虎称他是海内文章第一 山中宰相无双 当年唐伯虎点秋香 传说就是在这清雅幽静的后院 这扇门开启了一个惊叹 这就是当年故宫的总设计师 一块祥的弟子迎建的雕花楼 被称为江南满堂雕刻的极大成者 当年两百五十个香山的工匠 用三年的时间把人生的玄机 都雕刻在这亭台楼械之上 每一根梁 每一出雀都在工匠的手中 雕刻为我们心灵的笔画和纹理 我总觉得 那个当年推窗的女子 还在平安而往 没想到 我是你 你 没想到 无 我